丑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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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蛋 一粒一粒地破開 敷出了小鸭 但是 其中一隻小鸭 是灰灰的 大家都笑它 丑小鸭 丑小鸭 很傷心的丑小鸭 它離開了家鄉 它遇見野眼 它想跟它們 做朋友 但是小鸭會不會飛的 不會飛的 所以 它就不可以飛 只可以看到野眼 飛去南方過冬 後來 丑小鸭 被老婆婆收養了 但是老婆婆的家裡 有隻雞 有隻貓 經常欺負它 它很不開心 只好繼續去流浪 冬天來臨 白雪掩蓋大地 天氣很冷 丑小鸭 躲在一個很溫暖的山洞裡 舒舒服服地睡覺 睡覺 春天來了 丑小鸭來到湖邊喝水 低頭看著自己 咦 自己原來長大了 變成美麗的天鵝 湖邊的天鵝 熱情地歡迎它 丑小鸭 終於找到自己的家了 原來是天鵝 原來是天鵝 我們要學習 要有自信 知道嗎 知道媽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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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